美联储其实是上调了它关于利率走廊当中的两个利率 一个是超额准备金的利率以及准备金利率 另一个是逆回购利率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准备金利率有什么用 那讲准备金利率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准备金对不对 然后回顾一下美联储会议的其实利率的变动 而平常我们所说的利率其实是联邦基金利率 也就是美联储关于加息以及减息的预期的那个利率 那这一个利率呢它这一次是基本保持不变 是0%到0.25% 而另外两个利率可能市场的交易朋友比较少关注 一个叫准备金利率 注意啊这是准备金利率不是准备金率 那虽然很多报道中直接把它写成准备金率 但其实是不对的 这个利率针对的是央行拥有的准备金 也就是商业银行存在美联储的准备金的利率 按照这个年花利率给予利息 另一方面呢隔夜逆回购利率 也就是美联储回购别人的证券 这一个利率上升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准备金制度是什么 准备金呢其实是在美联储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制度 而美联储的准备金率啊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去变动了 在1980年的时候美国通布了一部法律叫货币控制法 那强调交易性存款准备金率是12% 假设你收到了交易性存款有100美金 你其中要上缴12% 也就是12美金 而低于2500万存款的资金呢 最终只要收3% 当然了美国的银行规模很少有只有2500万存款的 对不对 那所以呢基本上当时适用的都是12%的一个存款准备金率 而美联储最后一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2004年 对于700万以下的存款征收0% 而700到4760万的存款征收3% 而对于4760万以上的存款呢征收10% 所以总体上看这一个准备金率 其实是水平有所下降 在这之后 美联储再也没有去调整过准备金率 那存款准备金其实有这么几个作用 我们来演示一下大家 假设你是张三 你去银行存入100万美金 那这一家商业银行收到你100万美金的时候呢 按照刚才的一个PPT 他就要给10%上交到美联储的一个账户当中 这个叫法定存款准备金 他至少要存10% 那么他存了10%之后银行此时收留多少钱 90万美金对不对 那他可以用90万美金去发放贷款 假设王武拿到了这个贷款 然后他运营公司给手下人发工资 那么这90万呢可能就变成手下人的工资 那手下人这么多人拿90万去存进银行 银行又得了一笔钱 此时再按10%的准备金率 那么银行最终又可以放贷81万美金 那么这样子循环往复之后 这最开始100万美金的存款 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滚来滚去 最终得到了1000万美金 这个就是存款准备金的作用 它是起到一个调节存贷规模的一个状况 有多少存款你就能够放多少贷款 这之间的杠杆作用就是准备金率的一个状况 所以准备金呢 其实是用来应对现金兑付需求 比如说你有100万 但是你不可能每天存100万 第二天又取出来吧 可能你只取几千 那这也是一个应对平常曲线的一个现金需求 而在有了准备金制度之后 银行能放多少贷款 其实取决于它存款有多少 所以这是无需扩张的一部分 另外在一些国家呢 准备金制度也是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状况 那美国的准备金率没有上升 但是我们却能够看到的是 美联储所收纳的一个准备金规模 其实是在持续的增加 那整体上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 人们从政府那里领来的失业救济钱多了 存银行 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在的市场利率太低了 那这一些银行呢 也放贷也找不到那么多人需要这些资金 他就把多余的资金变成准备金 这方面叫做超额准备金 存到美联储里 而美联储这一次上调之后呢 目前的一个准备金利率是0.15% 也就是假设你存一个亿在美联储里面 那么美联储就给这个银行每年0.15%的利息 只要你的货币数量够大 那么银行也能够去获利 而这一次上调这个利率之后 其实是促使银行更多的把钱存给美联储 好了 你会发现呢 美联储的行动已经慢慢开始了 他首先从一个存款准备金出发 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 来缩小货币乘数 让银行把更多的钱去放在他自己的美联储账户里 控制银行贷款的一个速度 另一方面也调整了逆回购利率 而且指的是隔夜逆回购利率 也就是借一天的一个费用 那么这也会每天吸收一定量的资金 而当这些步骤完成之后 最后一锤定音的就是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 那这一个也是市场关注的 目前来看美联储已经完成了前两步行动 第三步行动哪时候进行有待观察 那这一次去进行前两步行动呢 其实是带动了美元指数的一段快速上升 但是从目前来这一周来看 这一个上升的带动力已经有所减弱 最猛烈的一个市场预期的与现实的证位宣泄已经发完了 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美元指数上涨了224个点 到达了这一个位置 92.45 恰好也是前期的这一个高点 虽然支撑阻力位的作用不是太显著 但能可以去看到这样子位置的一个关键性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状况当中 美元指数又开始拐头往下 这也使得一些非美货币迎来了喘息之际 那从黄金来看 黄金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RSI指标开始运行到了20 然后开始反弹 而过往RSI指标运行到20的时候呢 也出现过反弹后继续下跌的状况 所以就目前黄金反弹的幅度来说 虽然RSI已经触底反弹 但是目前直接去介入多头 仍然是一个危险系数比较高的状况 而另一边的话 美股的市场冲击也似乎开始过去了 我们以一个著名的Apple苹果公司为例 在这里呢 苹果公司触及到了上次我们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线 或者说通道的一个下沿开始上涨 所以最近大家去看科技股又迎来了一轮新的涨势 那从标普500指数上来看的话 标普500指数似乎距离再创新高 只有一个临门一角的距离 从这一些状况当中 你会发现美联储上一次利率决议 也就是6月份对市场的冲击 首先在股市当中最快被消化 其次呢 是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市场 而贵金属似乎受伤比较深 还没有慢慢的恢复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带给大家的东西 这一期视频带给大家看